各位鼎姊妹主来平安 我是梁素梅传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以西结书22章17至31节 以西结书22章是一篇充满贼的信息 神要向以色列文宣告他们的恶行 神的审判日子即将临近 在经文17至22节 就说明了耶和华对以色列文的恶行 感到非常地愤怒 因他们犯罪离弃神 神的懲罰就临到 将烈露的火吹在他们的身上 而以色列家就被形容 好像那些渣子一样 即是那些杂质 浮在银子的容液表面不是银子 意思即是他们将要被丢弃 在练银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阶段是要将铜 铁 银 银 石放在银子的容液里面 这样就容易令到那些杂质浮起来 而第二个阶段才有纯正的银子 在二十五至二十九节就来到说明 以色列全地都充满罪恶 无论从社会宗教或者道德的层面 均可以看得见在在上位的 他们的丑恶和腐败 经文形容那些的先知 他们就如同袍敲的狮子 他们以残暴 抢夺百姓的财保和性命 并且以虚假的话来误导百姓 而那些的祭司 他们也都没有在宗教上 负起教导百姓的责任 他们甚至乎来到曲解律法 窃毒神 而那些的领袖 更加就被形容为贪婪的豺狼 他们为了得到那些不宜之财 而来到谋财害命 甚至那些的民众 他们也都欺压那些寄居的 抢夺困苦贫穷的人 他们的恶行 实在是令人发指 最终招致神的愤怒和惩罚 所以在经文第30至31节里面就提到 耶和华曾经很尝试 来到他在以色列民当中 去寻找异人 盼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 可以站在破口来防堵 使得以色列家 可以不致遭受毁灭 很可惜 连一个二人都找不到 结果神的愤怒就傾倒下来 以烈怒的火来到烧毁他们 这个实在是他们自讨苦吃 从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去看见 作为神的仆人 有先知和祭司 作为神的子民 有领袖和百姓 他们不单止没有以身作词 以身作词做好一个的榜样 而且行出令到人 神 神 争护的恶事 最终招致神的愤怒和惩罚 临到他们的身上 这个确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尴尬 愿我们都能够时刻 经真理而行 你教导我们要活出见证 在地上要成为炎和光 愿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都能够时尚敏锐 你的教导和提醒 免得我们陷入在罪的网络 我们的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来到相情 以至到我们可以让别人 能够从我们的身上 来到见到耶稣 感谢神 谁听我们同心献上的祷告 我们的祈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字祈求 阿姆 阿姆